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主与你们同彩 愿与你的心灵同彩 共度圣马尔国福音 终于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对群众说 建筑的国好像一个人 把种子撒在地里 他夜间睡觉 白天起来 那种子发芽生长 怎么会这样 他也不知道 因为突然自然而然地生长果实 先发芽 后图绘 最后 绘上结盲了 卖力 果实成熟了 他便立刻派遣 人用 研刀收割 因为 收获的时期到了 耶稣又说 耶稣又说 我们用什么笔 笔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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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笔笔的国呢 或用什么笔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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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 比一切的蔬菜多大 长出大字子 甚至可攻天上的飞鸟 在它迎下打窝 耶稣用许多类似的比喻 按照他们所能听懂的 给他们讲道 他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讲话 但是私下却把一切解释给门徒听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在清间的读经二 跑路再告诉我们 当我们住在这个身体内的时候 那我们远离了建筑 我们仍然常保着信心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凭着信的活着 这是保路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只是凭着信的活着 信的活着 我们听到了 也许多了 慢慢长大 长高 就开始结了果实 我们会等果实成熟了 就来收割 收了 就吃了 首先 我们家商 我们家商 常常会做一个东西 我们国家很喜欢吃红豆或白豆 很喜欢煮豆 很喜欢煮豆类的东西 那要煮红豆或白豆的时候 我们会先把它放在水里面 把我们要煮的先泡水 一泡水一倒水 所有的不好的豆子都会浮上来 它们浮上来 我们就会把它们捞出来就丢掉 以后如果鸡还是一些动物没有把它吃掉 那有一天下雨了 它自己就会长出来 长出来了 它自己会长大 以后它会结很多新的豆 那我们本来是丢掉 我们还是会去把它 它结的新的豆子 接下来来吃 这个是一个例子 我们的信仰生活也是这样 天主留下在我们内心的种子 或天主给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责任 我们要去把它的福音传出去的这个责任 我们是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人 我们分享给人 那他要发芽就是天主在工作 这个不是靠我们的力量 那为了能够真正的形容今天的 我们凭着性的生活 我用一个故事 有一天 有一位国王 在一个我们地区 非洲那个地方 这位国王呢 他们的方法是 在他的小孩子内 男生会 一个男生会继承 他的王位 可是这个国王没有生男生 他所生的都是女的 那他也不想娶第二个太太 所以他跟太太太就确定 要认养一个男孩子 可是 有一个问题出来了 怎么知道在认养的小孩子是好的 他是 有 他内心都是好的 那他们就给了一个考试 要看小孩子 哪一个是哪一个家庭的小孩子 是真正的按照真理生活的 那国王就公布了 所有的他的村庄的小孩子 男孩子小的 每个家都带他们来 他去他们国王那里的时候 国王就发给所有的小孩子 三颗玉米豆 三颗玉米就是种子 他发了 还有给他们一个小小的花盆 就告诉他们 让他们回去家里 把这个玉米的种子种下去 等了他发芽的时候 就是两个礼拜以后 他们定了时间 他们要带他们的种的成果到国王那里 看看谁种的 谁讲出来的比较漂亮 比较好 那他们回去的时候 种了 大家每个家庭都很兴奋 很紧张 一直想他们的小孩子以后当国王啊 所以每个人都在拼 鼓励小孩子交水 交雇 那 可是他们发现玉米豆 应该是过了三天 它就开始发芽 可是过了三天 他们的玉米豆 玉米那个 那个植都没有发芽 那他们就怎么样 有一些家庭就想了一个好的方法 他们就去了农会 再买一个新的玉米的那个种子来种 很多家庭是这样做 因为他们一直想要他们的小孩子当国王 那他们种了 有一个小孩子 他家里有一点虫 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就说 不要想太多 如果你不能当国王 就是不能当港王 如果千足不给你 就不要抢 我们不帮你去农会买 一个另外一个玉米的种子来种 到的时候你就带着你的花盆这样 去给国王看 他给你的种子就是这样 你有照顾 你有努力 到的时候 他们带他们的东西去 只有一个小孩子 他的没有长出来 那国王就开始问 所有的长出来的 他们的小玉米长出来的 那个很漂亮 他问他们 你怎么做的 他说 你给我上课 我种了 每天浇水 每天去那边讲话 念经 祈祷唱歌给他听 他就讲出来这么漂亮 国王说 非常好 你努力的不错 那他问没有讲出来的小孩子 那你为什么你的头是这样没讲出来 他说 国王 我都有种 也浇了水 也照顾了 每天会去那边摸摸那个土 一直给他我的爱 也唱歌给他念经 可是呢 他拼命就是没有讲出来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国王就说 那你站在这边 那他对其他的小孩子说 你们是小骗子 你们 我给你们的种子 都是已经放在很烫的热油里面了 这些种子是不管种了好几年不会发芽的 你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发芽 这是你们自己 所以从今以后 你们不是 只有这个小孩子 我要认养 这个故事就很像今天的福音一样 今天耶稣用的比喻来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真正的像那个种子一样 是跑路高速我们的那样 我们是因着信仰 信德而生活 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努力了 会把其他交给千主 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这样类似的故事 如果我们还记得厄利亚去看到一个寡妇 她跟她说什么 生下来的 你把她做那个面饼给我吃 她说 我所生下来的那个面粉 还有我所生上的一点一点油 只是把她做饼 做完饼 我跟我的小孩子吃了就等死 可是厄利亚说 先给我吃 你才吃 那个寡妇还是相信了 天主做成那个先知手高速她做的 她做了 她的怎么样 她的面粉永远没有结束 她的油也永远没有结束 还是满满的 如果我们因着信德而生活 我们会在这个人世间 按照真理生活 我们不会歪歪的 不会偏心 也不会这样做贪忽的事情 如果我们愿意请建筑到我们的小小的努力当中 我们会有很丰富的果实 很丰富的收割 这些不只是在东西上面而已 也是在我们的灵缩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也愿意 请建筑我们也会这样 会发芽 会结很多的果实 如果我们愿意奉献一点一点的我们的时间 我们会有百倍的建筑要给我们的赏报 如果我们愿意奉献一点一点的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钱 我们的财产 我们也会得到百倍的赏报 如果我们愿意奉献一点一点的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智慧 因为我们也会得到百倍的赏报 就是全部你只要愿意奉献多少 你只要愿意给多少 按照信的 不是因为你太多才给 按照信的去做 你就会看 我们只要愿意邀请建筑加入我们的每天的小小的事情 活动 工作 生活 我们会看 一些小小的会变成很大 好像那个芥菜子一样 它的种子是小小的最小的 可是它讲出来是大的 连飞鸟也在它内 打窝 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 我们奉献我们一点的能力 的时间的一切 我们会服务到的人 是很多 非常多的人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得不到我们每次求千主的 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的信得多大 我们的信得过吗 因为我们从千主得来的就是我们对千主的信任 我们的信得就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也从千主得来的一切 那如果我们从千主那边得到我们所求的一切 那我们要看 不是千主的问题 是我们的信得不够 是我们没有请千主加入我们每天的生活 这个是这样 所以虽然魔鬼会让我们对千主的想法会变 可是千主永远都没有变 他的许诺 在我们身上永远都没有变 只要我们信任他 教给他我们拥有的一些 他会让我们 我们所给的小小的 会变成更多 一个很清楚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的 五饼二鱼 这个小孩子给了他的小小的五个饼 两条鱼 那支了五千个人 这个是我们要求千主的 这给我们勇气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时间 很多人需要帮忙 可能我们自己也需要帮忙 可是虽然我们也需要帮忙 我们也知道别人也更需要帮忙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只要我们给我们有的这些小小的爱 小小的时间 小小的关心 我们会得到更多的百倍的赏报 我们举手人士的千主 降福我们 坚定我们的信德 让我们的信德更坚强 让我们依靠他因着信德而生活 因为我们在这个身体内 我们在这个身体内是远离了天主 我们只能因着这个信德 才可以接近天主 愿天主降福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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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